今天是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要带您透过音符 认识一对很可爱的客家母女 客家创作歌手刘格凡和他的妈妈 其实刘格凡曾经以一首《芋头的味道》 赢得了母语创作比赛的第三名 这歌词当中呢 其实细腻了表达了对儿时 对家乡的怀念 还特别在歌曲的建奏中 安排妈妈献身 整首歌倒进了游子的思乡情怀 感动人心 他母亲吭唱着《芋头的味道》 刘格凡道进他对儿时 对家乡的怀念 画面上是格凡参加歌唱比赛 母女俩一同献唱 歌曲里《芋头的味道》代表妈妈的味道 建奏时还特别安排妈妈献身 母亲的丁宁很催泪 因为工作的关系和妈妈分隔两地 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让格凡想起母亲 我每次听到这首 听到我妈妈的眼泪就喷出来 只有很多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开照我 我其实都看不清楚 66年次的刘格凡 父母都是客家人 正值是国小老师 虽然大学学的是美术 没有学过音乐 但第一次创作客语歌曲 这首《芋头的味道》 第一次参加母语创作比赛 就得到第三名 特加仙草 只要有空回台北看妈妈 母女两人就会一起手牵手逛市场 她们想要这个我也不知道 她做的就是这几个 采访这一天 格凡得了小感冒 妈妈的爱心 小毛病也不要而喻 我做她的体质 对啊 是我做她的体质 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妈 可以有办法照顾我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 刘格凡从小就展现 艺术方面的天分 父母离异之后 母亲带着三个孩子 一手扛起家计 还曾经到阿根廷 生活了三年 妈妈的乐观尖远 对格凡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妈是现代客家新女性 对 客家女生真的就任性很强 她就是该需要赚钱 她就可以出来 刘格凡展现多才都艺 客家乡土歌谣 在她的手中变成了彩色绘本 有了母亲的权力支持 刘格凡投身创作 要把对客家文化的热爱 画化成衣服 画化成色彩 让更多人看到 温暖的芋头 像母亲的避孕 有如客家的养分 当格凡用音符 用色彩 记录芋头的味道 也让我领受到感动时刻 干姐 明镜需要您的帮助